濕沐魚下鍋油煎五分鐘後 金黃色澤 魚皮焦脆 引人食慾 但現在濕沐魚價格已經來到十年新高 台南知名阿唐鹹舟才剛剛調價 一碗要兩百元 就連路邊鹹舟小吃也跟著便貴五到十元 原因就是濕沐魚價格越來越高 如果常吃的話可能就 會越來越 口感會減少很多 如果偶爾吃我是覺得還好 現在目前的魚肉料大概是漲8% 所以三個原因之下 造成我們在產店濕沐魚 就是在今年是一個 平均價格大概是十五塊左右 這是一個合理價錢 濕沐魚持邊價一台金衝到四十五元 其實對比去年每台金低於三十元 貴了百分之五十 一來是因為飼料成本便貴了 二來外界也在猜測 跟魚店共生政策 必須減少放羊有關聯 從年初它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進口的這個 這個魚苗的數量就是減少 然後加上這個 後續因為一些輸養的政策 使得放氧量也減少 以及包含有一些 雨電工程的影響 所以導致它整個的放氧量 預計大概減少了一成 漁民的那個放氧密度慢慢降低 所以大概每年都降低10% 它本來一公頃放一萬兩千 到現在已經放到剩下一公頃 差不多八千 放氧量減少了 自然供不應求 價格也變貴 但養殖業者說 這恐怕還不是最貴的時候 今年的魚到年底應該是供不應求 那整個價格有沒有上漲很多 所以基本上今年 越冬的四木魚也不多 所以我們預計的話 明年應該四木魚在產地價 會比今年多個10%到20%價格左右 雖然施木魚價格飆高 讓漁民收益增多 可以過個好年 但也怕物質必反 價格太高 讓消費需求降溫 環宇新聞陳映偉 劉佩婷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